当汇报前 台北市长九万万特别颁奖表扬 营运服务获得优等的七家客运业者 根据统计 今年台北市到目前发生A1交通事故案件 共39件 比去年同期下降不少 其中新人死亡事件比去年下降10件最多 显见台北市政府推动交通安全 连相关措施发挥成效 不过机车A1事故 却比去年多的事件 尤其万华区 题外及桥下道路 7月5号一天接连发生两起机车死亡车祸 引发关注 台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方面表示 将从加强速度管理着手 因此拟针对巷弄与题外道路 增加移动式测速取缔 事实上我们在年初就有发现 今年度的机车事故 较以往有增加的趋势 我们在今年2月就通报 各分局除了我们力气性的这个交通违规取缔各项目之外 我们分析交通事故是造势的原因 针对包括超速造势逃逸 这个变换车道不当等七大项 机车违规 我们就先通报各分局去做 加强这个部分来取缔 另外刚才也特别提到第三季事故防治的计划 事实上行人的部分 我们针对侧不让人跟行人违规 违规这个行驶人行道违庭 这个都是我们一直取缔的重点 包括这个移动式的道路障碍 之外我们特别往年七月开始都是一个年轻族群 或者是机车族群的这个高峰期 那我们今年度也开始针对巷弄 这个做移动式的这个测速取缔 包括这个万华分局 今年在七月五号 在体外的一天发生两件的这个机车事故 在华中跟这个中心桥下 那我们也这个由周副局长率队 针对每件A1事故我们都去做这个会刊 那针对万华分局包括这个环块 跟体外的这个快速道路 在机车我们发现机车的事故 确实在速度管理真的都多多少少都有关 所以我们也请万华分局针对 包括各分局体外的和体外的 包括巷弄座这个移动式测速招向 根据分析机车事故主要好发在18岁到24岁间 交龙局长谢明洪也提醒应应九月开学季 应该在8月就开始宣导 道安委员会委员陈婉慧也提出建议 也非常支持道理长对于这种所谓速度管理这一块 能够在我们不管是每个行政区能够再加强 因为速度快的话对机车这种落包铁的 它是没有办法有保护的 所以它的死亡的几率是会比较高 呼吁我们的交易局 还有我们说对于年轻学生他们在开学又取得驾照的气承行为 我们可能在8月份就开始要做宣导 以免说在9月份整个又攀升起来 年轻人主要的那些事故的问题 比如说超速的事情 那你给他看那些影片 你就是超速你就是来不及 就是会治疗就是会怎么样 所以你的速度控制就要变得很重要 所以就不是说一个很简单的跟他讲说你就不要超速 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影片真的是最快 台北市长蒋安更提醒下半年开始才是严峻挑战 要求各单位严正以待 多层面多管道宣导及加强防范 以避免机车族群A1事故的发生 上半年我们相关的事故相较去年少 但是下半年开始才是严峻挑战的考验 所以这部分还是要请大家严正以待 所以相关的宣导 刚刚包括陈老师建议 也就是我们对于机车族 下半年事故会增加 18到22岁吧 24这个也都是我们要特别关注跟留意的族群 以及下半年开学以后 以及到年底有各项的活动 那对于年轻学子 包含台北市有这么多的大专院校 以及刚刚谈到对文化或北市大 我们怎么样加强的宣导 来避免机车族群A1事故的发生 我想要多层面多管道 来进行相关的宣导 以及加强防范 另外针对下半年 行人尤其是长辈可能因为天色变化的因素 造成交通事故发生几率提高 蒋湾也要求各单位全面动起来 在公园学校等热门运动场地 能透过加强路灯照明 及三色号支灯早开等建置 来有效防止事故的发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